在最近一个报道是日清新闻的报道 全世界主要的经济大国里头 GDP中美加速复苏 而日本欧洲落后 日本和欧盟落后的原因 当然是疫情没有控制好 而美国可以加速复苏 跟美国的疫情控制 主要是疫苗的施打 跟Joe Biden的上台息息相关 中国是怎么做到 它的经济可以复苏的 美国靠的是施打疫苗 工厂复工 逐步解封 而中国靠的是什么 全面筛检 哪怕各位数字 一个城市小镇有100万人 100多万人 哪怕是各位数字确诊 马上进行100多万人的核酸检测 而且跟他有间接关系的 直接关系的 一下子就匡列出4万人 所以匡列的范围 一点都不保守 宁可绝对从宽 不可从严 另外赛检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他靠非常大的筛检 非常大的封锁 非常程度的对很多人的匡列 而形成了他把疫情可以控制住 没有成为第二个印度 以及他的工厂可以复工 这是中国整个可以复工的一个经验 当然这跟中国自己本身 他一定程度的威权体制是有关系的 但是也让大家来了解 某程度普遍的筛检 匡列的范围绝对不可以保守 从黑龙江到石家庄 能够看到在这个小区的空旷的广场上 按照提前设定好的点位 大家正在有序排队来接受核酸采样 其实这个小区的核酸采样 从今天早上七点钟就开始了 那截止到目前已经有一半的人 完成了这个采样的工作 不同的城市相同的场景 狡猾的新冠病毒 从2019年末现宗中国以来 至今人不肯绝肌 对于一个跟新冠病毒 缠斗了将近一年的国家来说 全员和解 封闭管理 是维持国家继续正常运作的必要手段 当全球主要经济体 全部在2020年交出负成长时 中国的经济在第三季 第四季 快速V型反弹 中国经济主要的反转力道 是于去年1月23日 As the rest of China was preparing to celebrate Lunar New Year the orders to lock down came from Beijing 加油武汉 加油中国 Within hours people were ordered into their homes police rounded up residents suspected to be sick At the time it all seemed so draconian the kind of thing only a dictatorship like China might do but there was reason to panic the deadly virus apparently spreading from stalls at the city's seafood market was taking its toll bodies were collected from apartments all over the city a grim count of corpses piled up outside Wuhan's hospitals inside there was plenty of grief at the bedside my father he says he's gone he stopped breathing hospitals were in disarray patients parked in hallways shortages of doctors beds and equipment it didn't have to be quite so frantic 2020年的一二三自由日 一千一百万名武汉人 用76天的不自由 换来了后来能如常生活 于昌平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师 疫情最严峻的时刻 他在第一线不幸染疫 一度病危 he say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n't recognize the seriousness of the problem at first because the number of infections seemed low but he says once it did beijing did the right thing with a strict lockdown that's why it's so difficult for other countries to control the virus he says isolation is so important yet people elsewhere insist on freedom so while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struggle with a deluge of covid cases officially there hasn't been a single locally transmitted case here in months nothing to distract from lazy afternoons fishing on the banks of the yangtze 中国经济因为防疫按下了战停键 第一季的GDP出现了6.8%的负增长 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3月10号却已轻赴武汉考察 下达了有序复工复产的信号 相较于欧美 俄罗斯 印度 不论体制是民主 是威权 还是印度在第一时间封国 甚至鞭打不清话的民众 中国是如何做到的 定居在南京的日本纪录片导演 竹内亮 年初推出了后疫情时代纪录片 相识记述了他眼中 抗疫有成的中国 我一开始听到武汉全市民 一千万个人核酸检测 他们只有两个星期 中国的执行能力太强了 十个人的活血放在一个实验馆 一块检测 有发生问题的话 再把这个十个人叫过来 然后再做核酸检测 非常聪明 日本人肯定想不到这个办法 竹内亮访问了武汉的联想工厂 看看这个拥有一万三千名员工的 最大自有工厂 为什么能成功做到零感染 这是单向 人在这不会有冲撞 不要这样面对 减少这种面对面接触的几率 好多人 现在还在做 还在做 撞过来 20万平方メートルの敷地全てを 毎日2回消毒する 決められたスタッフだけが コピー用紙を補充する マスク専用ゴミ箱を設置し 必ずその日のうちに工場内で焼却する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防疫的每个人 有一个专门的二维码 我们会把每日的体温的信息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系统里 4个小时监控一次 なぜ中国はコロナが出ないのか それは出ないのではなく 出させない努力を 皆がしているか 目下中国は感染防止と経済復興を同時に成し遂げているのに 14億人の努力によるものです 決して政府の力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